常委理论 克里斯·安德森作品 看清商业世界的未来 寻找利润新方向 第八章 常委经济学 匮乏世界 丰饶世界 与八二法则的灭亡 在1897年夏天的瑞士 一个名叫维夫雷多·帕利托的意大利博学家 在他的大学办公室中 研究了19世纪英格兰的财富和收入结构 那时候正是马克思时代 财富分配问题悬而未决 帕利托发现 英格兰的财富分配实际上并不公平 大多数财富都落到了少数人的手中 在计算了确切比率之后 他发现大约20%的人口掌握了80%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 他还发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例 与英格兰一致 帕利托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财富和人口的分配结构上 存在一种可预测的数学关系 他把这称为重要少数法则 这一规律似乎通行于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 帕利托是个杰出的经济学家 只可惜解释能力太差 所以有很多人并不明白他的发现有多么重要 他陆续写了许多有关精英层次和社会学的文章 遗憾的是 这些作品在他晚年的时候 被莫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利用了 但不公平分配理论 自有他的生命力 现在 帕利托的结论被称为八二法则 1949年 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乔治·齐普夫 在文字应用中发现了一条类似的原理 他观察到 有少数几个词汇经常被用到 而其他大多数词汇却很少用到 这一点并不奇怪 但齐普夫还发现 这种关系是完全可预测的 实际上 与帕利托的财富曲线并无两样 用一除以一个词 在所有词汇中的应用率排名 可以得出一个比例 而这个比例 与这个词的应用频率是密切对应的 也就是说 第二常用词的应用频率 大约是第一常用词的二分之一 而第三常用词的应用频率 是第一常用词的三分之一 以词类退 这被称作齐普夫法则 齐普夫还发现 从人口统计数字到工业生产过程 其他许许多多的现象也符合这一规律 他在费城的一个横跨二十个街区的地区 研究了区域内的所有结婚证书 结果发现了有百分之七十的夫妇 婚前彼此居住的距离 不超过该区域总长度的百分之三十 自那一来 其他研究者已经将这个法则 扩展到了五花八门的所有事情上 比如雪浆中的原子 或是城市的规模 这些观察结果都符合秘率分布 也就是帕磊托最先在财富曲线上 观察到的X分之一形态 从生物学到书籍销量 你实际上可以在任何领域中发现秘率曲线 长尾就是一个秘率曲线 它不会被有限货架空间 或可用频道这样的供给瓶颈残忍的阶段 由于秘率曲线的直欲 无限接近 但永远不会下降至零 它也被称为长尾曲线 这就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只要消费市场存在 秘率曲线就会在三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出现 一 多样性 二 不平等性 三 存在某种网络效应 比如声誉或口头传播效应 这些效应容易将质量的差别成倍放大 换句话说 只要存在不同事物 某些事物优于其他事物 而且像声誉这样的网络效应 能进一步推广好事物压制坏事物 秘率曲线就会出现 这会造成市场文化和社会的一种可预见的不均衡 成功带来更多成功 不用说 我们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这些力量速成的 供给瓶颈如何扭曲市场 为了认识现实世界中的秘率曲线 让我们来看看好莱坞票房的例子 如果你按一般的方式把票房数绘制成图 曲线会呈现出熟悉的形状 少数热门大片统治了左侧的高端部分 大批其他影片构成了右侧的低端部分 如果这样画图 所有秘率曲线的样子都差不多 因此调整一下刻度往往是有必要的 这能让不同曲线的区别更明显一些 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对数刻度 每一个刻度值都是上一个的十倍 十、一百、一千、以此类推 里克特地震刻度和音量的分贝刻度 都是对数刻度的常见例子 如果在横轴和纵轴都采用对数刻度的情况下 绘制秘率曲线 你会画出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 不同市场的直线邪率也不尽相同 但无论你画的是汤料销量图 还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分布图 市场的天然形状都是一条直线 但在现实世界中 市场的状况往往不是这幅样子 事实上曲线的前端会呈直线状 但接下来就会骤然一泻千里 在好莱坞票房一例中 曲线的形状就是这样 请注意排名100位左右的影片 票房收入从这里开始急剧下降 直到在500名左右滑至零点附近 事实上 该年度的最低票房记录是黑夜时刻423美元 这部加拿大恐怖片是一般无名之辈 用少的可怜的预算拍出来的 但根据看过这部片子的人所说 它实际上一点也不差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排在100名左右的电影突然变差了 是不是好莱坞只拍了500部电影 或者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下滑 只是一个统计错误 遗憾的是以上答案都不对 这不是个统计错误 电影不会在100名左右突然变差 好莱坞也不会只拍500部片子就罢售 事实上 单在美国这一国家 每年就有约13000部影片 在电影节中上映 且不说没有在美国上映的数万部外国影片 100名之后的电影 之所以票房不佳 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电影院的足够支持 换种方式说 美国影院业 每年的承载量 只有100部影片左右 地方电影院的经济法则残酷而又无情 一部电影在孟买很受欢迎是没用的 它在美国的城市也得叫做才行 不管是康涅福德州的斯坦福德 还是其他任何有电影院的城市 因为电影院必须在两个星期的档期内 招揽几千个以上的顾客才有钱可赚 通常来说 这需要一笔巨大的宣传预算 一个发行协议 可能还需要一两个大明星 如果你能负担得起的话 不具备这些条件的片子 不会被大连锁影院看上 事实上 这些影院在看不到经济利益的时候 就会停止电影的放映 也就是说 他们会简简单单地把曲线截断 当然 电影制作者们不会停止拍摄 我们可以在节点之后 画出一条虚构的直线 如果那些非热门影片没有被抛弃 他们的票房就在这条直线上 但在现实世界中 这些影片已经在商业主流中消失了 简单地说 他们被截掉了 本应呈长尾状的曲线 大致变成了下面这副样子 我承认 实际情况并不像我画的这样糟糕 如果够幸运 也有那么几部能在圣丹斯电影节上 征服观众的好片子 可能被大学城中的一两家剧院选中 这些幸运儿最有可能出现在 第100名到第500名之间 也就是票房虽低 但还没有低到零点的那些片子 剩下的片子呢 很遗憾 他们大多都没有在电影院露脸的机会 如果你在电影院里看不到他们 票房收入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当然是存在的 只不过 在一个以票房数据判断产品优劣的行业中 他们不会出现在需求曲线中 那么 这些影片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大多只在电影节或私人放映场所亮过相 有一些能上电视或DVD 如果制作者们能得到音乐使用权和其他必要许可的话 还有一些可能会在网上面费传播 这听起来颇为凄凉 但事实上 某些为人耻笑的非影院传播渠道 正在变成重要的市场 DVD电视节目绝对是DVD行业中成长最快的领域 网上视频市场尽管刚刚成型 但同样越来越大 随着票房收入的萎缩和DVD销量的攀升 影院已经不再是唯一有价值的营销渠道 我们原以为曲线的急剧下坠反映了电影需求 在一定分界点之后的自然锐减 但事实上 这只是传统供应瓶颈的产物 换句话说 只要人们有无限的选择空间 而且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些选择 你就会发现 它们的需求会一直延伸到你想都想不到的小领域中 预告片 卡拉OK 土耳其电视等 Netflix便改变了供应小市场影片的经济学 让我们对大众消费者的真正品位有了崭新的认识 实际上 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一个市场都是这副样子 在图书页中 巴诺书店发现排在末尾的120万种书 只占公司店内销售的1.7% 但在网上销量中却占去了整整10% PRX公司已经授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上公共广播节目库 据它显示 排名后80%的内容已经占据了公司销售额的半壁江山 在印度 当手机铃声的驱动力 从报纸上的铃声排行榜转向了网上的搜索时 最大的网络门户和铃声供应商之一的redif.com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 排行榜上的20大热门铃声曾在报纸时代垄断80%的销量 但现在已经下滑至40% 因为今天的用户们可以在一个包含近2万首曲子的网上铃声库中搜索铃声 某些最具戏剧性的效果都体现在了音乐业中 根据尼尔斯音像调查公司的统计 在传统销售业中 新发行的唱片占唱片总销量的比重 在2005年是63% 剩下的都是较老的旧歌翻新唱片 但在网上 两者比例完全逆转了 新音乐占据了销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剩下的三分之二都留给了老音乐 帕雷托、奇普夫分布最著名的体现之一就是帕雷法则 人们常用这个法则来解释20%的产品带来80%的收益 20%的时间里发挥80%的生产力 或是其他任何小比例付出创造大比例成果的现象 长久以来 巴尔法则一直没有被正确的解读 原因有三 首先 确切比例几乎永远不会是二十分之八十 我研究过的大规模市场 大多呈现出80比10的比例 甚至可能更低 如果你质疑80加10并不等于100 那么你已经发现了巴尔法则的第二个令人迷惑的地方 80和20是两种不同事物的比重 因此没有合计为100亿数 前者是销量的比重 后者是产品的比重 更糟糕的是 对于如何表达两者之间的关系 或是将哪一个变量定为常量 我们并没有标准的惯例 你可以说 一个市场呈现出80比10的形状 也可以说 它的形状是95比20 最后 人们会用这个法则来解释截然不同的现象 80和20的经典定义是产品和收益 但这个法则同样也可以应用于产品和利润的关系 最致命的误解之一 就是把巴尔法则看成一个指导方针 既然存在80比20的规律 那不妨只经营那20%的产品 用它们来实现大多数销量即可 这种想法源自这样一种认识 巴尔法则本质上 是对差异化经营的一种鼓励 因为只要你猜对了 少数产品就能对你的企业 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 正因如此 我才把常委称作巴尔法则的灭亡 尽管他绝对谈不上灭亡二字 真正的巴尔法则 只是承认了帕雷托分布的有效性 承认某些东西 卖得远比其他东西要好 这在常委市场和传统市场中都是成立的 但是常委鼓励的不是遵循这个法则 而是拒绝被这个法则统治 就算20%的产品能带来80%的销量 我们也没理由不去经营其他那80%的产品 在常委市场中 存货成本寥寥无几 完全有条件经营所有的产品 不管实际销量有多大 谁知道一个排在后80%的产品 能不能预入前20%之列呢 由于传统的砖头和水泥零售商们 必须负担高昂的存货成本 卖得不好的产品往往没有利润可言 因此几乎所有的利润都来自那20%的热销品 下图左半部分表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假想传统零售商的理想化结果 但对一个常委零售商来说 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首先 让我们假设它的存货量是传统零售商的10倍 所以在上述理想化结果中 传统零售商的20%热销产品 只相当于常委零售商2%的存货 如上图右半部分的第一个调注所示 第二个调注中的收益数据 反映了秘率分布的自然结果 最好的2%的产品仍然占据了不成比例的销售份额 但这里的比例是50% 接下来的8%的产品占据了另外25%的销售额 剩余的90%的产品占据了最后25%的销售额 但常委经济学的真正闪光点在于第三个调注 利润 由于存货成本极低 非热门产品在常委市场中的利润 可能远超过传统的砖头和水泥市场 以DVD为例 下图大致反映了一个沃尔玛一类的 传统零售商的DVD经济学 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新DVD生意相当难做 电影公司的DVD要价在17到19美元左右 而大盒子零售商们在前一两个星期内只能标价15到17美元 平均每盘DVD损失2美元左右 大约一个月之后 DVD批发价的下降速度开始快于零售价 销售DVD渐渐变得有利可图了 但几乎有80%的销售额是由发行历史不超过两个月的DVD贡献的 而他们的利润率还不算高 商场为什么要以这么低的价格销售新DVD呢 原因很简单 至少对大盒子零售商们来说 这些新DVD属于廉价诱饵 全是为了吸引顾客们购买DVD区的其他影片或商场其他区域的产品 这些东西的利润就比较高了 DVD分销商们也鼓励这种做法 他们允许商场退还卖不掉的新DVD 大大降低了零售商们的经营风险 问题是 尽管这样的策略对产品种类较多的大盒子零售商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但它也为其他所有商家设定了一个价格标准 包括百事达这样的DVD专卖店 所以大盒子零售商们实际上压低了整个行业的新DVD销售利润 把曲线头部的经济学变得更加严酷了 难怪百事达正在困境中挣扎 但是如果你能让需求向常委深处转移 创造一个不太依赖于新产品的市场 你的利润水平就会飞跃一步 你在图中可以看到 发行历史越长销售利润越高 这就是常委的优势所在 他们有摆放老DVD的货架空间 这也是推荐系统和其他顾虑器 对常委市场的重要性所在 聪明的零售商们正在鼓励人们 从大热门世界转向利基世界 完全有能力气聚性地提高零售业的经济效率 顺便说一句 这就是Netflix的做法 它的新影片采购量往往低于市场所需 因为这有助于它保持自己的利润水平 现在我们知道常委零售商的利润分布 为什么比收益分布还要均匀了 常委产品或许不是销售额的主要贡献者 但由于他们的采购成本通常较低 只要存货成本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 他们就可以创造极高的利润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说巴尔法则在常委市场中已经发生了三种变化 一 你能提供的产品远比从前要多 二 由于找到这些产品远比从前要容易 销售额在大热门和利基产品之间的分配更加均匀了 三 由于利基市场的经济学与大热门市场相差无几 任何产品都能创造利润 无论流行程度是高是低 巴尔法则仍然生龙活虎地存在着 但在常委市场中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霸权 更长的尾意味着更短的头 在我研究常委市场的定量方法的时候 我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产品多样性 对需求曲线整体形状的影响 当集合器收纳了越来越多的产品 将那条长尾越拉越长 头部的少数大热门会怎么样呢 买得比以前少吗 比从前更多呢 还是与从前一样呢 在常委市场中 有三种力量可以推动需求从头部移向尾部 从大热门移向利基产品 第一种力量就是品种的丰富性 如果你只给人们十种选择 他们只能十里挑一 如果你给他们一千种东西 需求就不太会集中在前十种东西上了 第二种力量是较低的搜索成本 这既包括实际的搜索 也包括推荐系统和其他过滤技术 最后一种力量就是样本示范 对一首歌 你也许可以免费试听三十秒 对一本书 你也许可以在网上试读一部分 这能降低购买风险 鼓励消费者们进一步谈入未知世界 如果要用硬数据把这种效应定量化 我们有几种方法可用 一是比较一下一个品种相对有限的市场 和一个品种丰富的市场有什么不同 二是长期追踪某个常委集合器或零售商 研究一下存货扩充的效果 三是观察一下较低的网上搜索成本的影响 然后与类似的非网上存货来一次同类对比